Hello 大家好 我是Wincent 今次介紹一下拉架的一個小配件 放大鏡 大家好 我是M&K的Wincent 今次跟大家講一下拉架的放大鏡的用途 拉架的放大鏡是可以給一些飛鏡用的 假如你的幻燈片沒有這些小配件 就可以用這個小配件來安裝飛鏡去看影片 因為現時的幻燈片全都上小配件 所以我們用普通的附片來示範給大家看 影片進入後就是這樣形成 我們可以用普通的燈箱 就可以用來看 因為這個放大鏡有磨砂玻璃 會很方便 我們只要放在這裡看 就可以看到 除了用這個功能 可以看到飛鏡的底片和幻燈片之外 我們可以拆在這個蚊子之後 原有所有幻燈片都可以上去 就可以這樣放進去 還有這個特色的放大鏡 除了看這些135底片之外 如果是一些大的底片都可以 因為它可以拆開它 看到透明的盤子 然後這個可以拆開 跟一個普通的放大鏡一樣 也可以放在底片上看 為什麼我們會用LOOP來看 飛鏡底片不是用電腦看 一般來說電腦 我們是用scan照片之後 在電腦上可以看到 但是如果用LOOP來看飛鏡底片 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電腦會很清楚給你看到 但是我們用LOOP的感覺 就會發現 可以看到質感和立體感 好像自身的現場一樣 你也會感受到 攝影師拍攝的角度 給予表現效果 兩樣的感覺和拍攝的角度 所有東西都會呈現在你的眼前 令你感覺到它是熱場一樣 我們一會兒可以詳細一點 放大鏡底片 給你看一下情況是怎樣的 現在我們把錠片安裝上去 好 放好了 我們可以開啟燈 然後可以放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看 雖然在這段影片裡 未必能講解到 用LOOP的感覺是怎樣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來我們店裡 尼威或者香蚊店裡 我們同事會介紹 給你LOOP的感覺是怎樣的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